9月12日起 中天综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4 空屋给我 然后全部都是自己装潢的 大安区巷洞内的酸菜白肉锅店开店5年了 老板娘当初看上这里的空间和地点 楼上30坪 楼下40坪 以每个月9万元的租金沉住上下 加起来供70坪的店 虽说店面当时是找房仲帮忙 但签约时可是很小心 避免纠纷是直接和房东力气约 也避免租金遭人恶手夹假 你为什么要跟二房东租 房租绝对不会便宜 看房子一定是店面都有贴仲介公司 你跟仲介人员联络了以后 他自动会帮你联络屋主 这很重要 租屋纠纷平成 租房租店面 如何避免出现纠纷 其实谁是真正房东很重要 签约时更要注意 向房东验名震声 一定要确认房子所有权人是谁 甚至房子每年有没有缴税 也统统都要付在七月中 完税证明 每年的房屋税土地税都会有 这个他也会给你 因为你要申请证照 你今天要做营业用 你要开餐厅要做什么的话 你都需要这些东西才能申请 尽量还是跟原屋主签约 所以不是跟二房东 而是说这个人应该只是屋主的代理人 将来这个租任责任 你的房东是屋主而不是那个空壳的二房东 东区店足高 有人向房东存租后 再拆好几间对外出租 但即使是透过仲介货 二房东签约时 也要请他们出示房东的同意授权书 避免出问题求偿无门 租屋组店面不宜抢快 仅是签约白纸黑字写下 才能避免纠纷 借刘世伟叶银台北报道